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浪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上班第一天 在这个台湾的 或者是在这个北美的 我想应该早就已经上班了 那我原来以为台湾的假应该比大陆多 后来有台湾的网友发给我一看 我所说台湾政府这么吝啬 这个假好像没有那么多嘛 好像都是放三天的假居多 也就是这个春节的时候是放六天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越来越不如大陆了 越来越不如大陆了 那这一集呢主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什么呢 谈一谈这个印度的这个疫情 印度这个疫情现在已经扩散了 已经向周边国家蔓延了 目前最倒霉的就是这个尼泊尔 尼泊尔就是首当其冲 尼泊尔因为他没有及时暂停 和印度的这个边界管控 那航班还在进行 那再加上有很多印度人在尼泊尔往返 那把这个超级病毒已经带到了这个尼泊尔了 那现在在斯里兰卡 我原先以为斯里兰卡这个岛国 应该是注意这个防守防御的 现在不是叫防疫了 叫防守了 叫防守 这个病毒已经太厉害了 那大家要知道 现在斯里兰卡也差不多快沦陷 孟加拉国也好不到哪去 巴基斯坦呢 疫情也不容乐观 本来自己就不行 那是不是南亚这些国家都要完蛋 那这个还有待观察 那现在呢 这个病毒它已经变异到什么程度 我跟各位讲 它已经算是第三种变异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病毒 它是直接攻击你的肺部 直接攻击你的肺 就它省去了发烧感冒咳嗽这个步骤 直接攻击你的肺 你可能当你有反应的时候 八十十个小时以后 你已经去世了 你气都喘不上来 它就这么厉害 你的肺已经被它攻击的不像样子了 现在它是这种病毒 已经和我们理解的新冠 是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概念 这就是印度要做世界超级大国的 一个必经之路 要做一个超级传播者 它的这个病毒向全世界传播了 那它就成功了 那上海的 我们这个上海的这个医生张文宏 他讲的没错 如果说一个国家 它的疫情控制不住 那就会向全球蔓延的 还真的是这样 我在想在这个种铜墙铁壁的 这种防守之下 它还是会有 确实很危险 现在重庆 因为重庆地处中国西南 去印度那边做生意 务工的也挺多的 还有些 他可能还到印度去留学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那现在呢 这个重庆有三例 输入型的 印度输入型的这个病例 但是被管控住了 也就是说 目前很严峻 因为我这两天看到说 印度的 这个 在印度的这个工作的 中国大陆人 曝光出来的 说他们自己穿的黄化服 非常的严密 密不透风 但是还是会 回来之后 我们看还是会被感染 那就说明这个病毒 已经厉害到 可以说 我说空气当中都蔓延这个病毒 而且坐这个飞机 飞机里面 我估计都是个病毒 印度的航班 它的这个效度不彻底 那所以说 现在这个问题是相当严峻的 相当严峻的 那我这两天看到一篇这个文章 是英国的这个雅克写的 他是这个原来的英国共产党员 也是传统的这个支华派 那也是看好中国的 那他说印度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可能性为零 那这种可能 这篇主要就是指 就是说 它的疫情防控这一边 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可能性为零 同时也是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说 它成为像中国一样的这样的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 极度贫穷落后的 一个极不发达地区 变成一个世界的 现在大家知道 西方都是叫中国 叫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那我现在顾且认为是超级大国 我自己心里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是超级大国 你不能说超级大国 你不能说 就像昨天我的这个直播间里 有个网友说 中国跟美国科技没办法比的 什么叫没办法比的 中国有七大科技领域 已经领先美国了 抛在后面了 你要这样想 中国现在能搞出东风时期 美国现在搞不出来这个武器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 包括生物工程 包括其他的这些相关尖端科技领域 不比他们差的 不比他们差 甚至是超过他们的 只是说传统机械工程这个领域 像这种大飞机啊 这种引擎 这个 它不是叫科技 它是叫机械制造业 机械工业这一块 那这一块由于你这个机械 本身不是你发明的 那这个后面再追赶 包括你说汽车发动机啊 中国现在造四杠没问题 造六杠造八杠的 还是可能有点问题嘛 没有那么它那么高精尖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另当别别说 但是在其他领域 在现代国防领域 不比美国差的 如果比美国差 美国它还会 不自己亲自下场 来给你对的干吗 直接用他妈的过去那一套 三艘航空母舰 往这里一停 你往台海一开 你事儿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 中国我 中国是走在很前面的 所以说这一点 超级大国定义 不是说我某个领域 我不如你 我就不是超级大国 而是说 整体的综合实力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那现在印度 能不能成为中国 当然是不能成为中国 莫迪老贼要滚蛋 要下台了 你看到没有 他昨天的这个地方选举 在一些关键的帮 他被由于这个疫情失控 印度老百姓 不听他的这个民粹 和民族主义了 已经是 把他给投下去了 现在他的这个票数 是很低的 就在这个结果上 他现在在中英 殡计县 他又在搞事情了 又在加固什么 监视器了 基础设施了 是不是 所以说他这个 一些危险动作 是非常令人 值得警惕的 那现在大家要知道 印度的这个疫情 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疫苗 没办法防的 我看我们 打了中国的这个疫苗 到印度去的都挂掉 对不对 橄榄还没挂 是橄榄 还没挂 我不能这样说 是橄榄还没挂 那美国打了这个 辉瑞的这个疫苗的 还是美国的 顶级的这个 一个病毒学家 到了印度去 而且是打过 两针的辉瑞疫苗 他马上出事了 所以说这个 印度这个疫苗 印度这个病毒 非常严峻的 你想想看 印度自己造疫苗的 CEO都逃到英国去了 还有什么救 没救了 这个国家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两天 我已经看到 这个外交部 拼命的向印度 去输送这个 抗疫物资 而且抗疫物资 大家要知道 印度他现在 戴的都是纯棉口罩 他戴的不是N95的 他戴的不是 医用的那种口罩 他戴的是纯棉 很多人 他只有一个口罩 他竟然就戴那一个口罩 你口罩戴久了 你会失去这个效益的 你村民的你防不住啊 对不对 那 现在中国大陆 给这个印度 供的这些抗疫物资 全是平价的 我最近看到 我表现正经 我在想 应该 应该加点价嘛 没毛病嘛 加点价没毛病嘛 是不是 全是平价的 你说 这个时候 你 必须要 赚点钱 赚点钱 没毛病 你说帮助 我对你出口 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是不是 那西方给你什么 西方他没有 西方的抗疫物资 氧气瓶 中国生产的 氧气制氧机 中国生产的 口罩中国生产的 针头中国生产的 打一毛的玻璃瓶子 中国生产的 单价床中国生产的 躺在床上的 这个床部 中国生产的 是不是 还有很多 这个7086 跟医疗相关 都是中国生产的 药品中国生产的 纸巷是中国生产的 他们生产不出来 他们都是在 我儿他妈的金龙 我儿高档的 商务人士 他援助的 去印度的 也是中国生产的 果实袋 他妈的 也是中国生产的 我现在看印度的柴火 都快要 他妈中国给他提供了 所以就 就是这么惨 那他现在 我们在给他评价 给出出口给他 要承担起 全球抗议的 啊 这个表率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 我们的这个偶像包袱 包袱太严重了 你你该该 加价就加 就加价 我们劳动者 我们这些原材料 也不是贴上掉下来的 企业主也很忙 这个时候 你说医疗企业 挣点钞票 做大富翁 也很正常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重点 我要谈哪件事情 沈亿跟胡锡进的 这个事情 我认为胡锡进 管的太多了 胡锡进 你自己 对这个中国大外宣 这个东西 你搞好就可以了 一会儿嘛 去吊什么海南的警察 海南警察 发点东西 怪你什么事情 一会儿吊这个 吊那个 我看跟沈亿 沈亿他这些话 是是说给 比较年纪轻一点的 网友听的 那年轻的网友爱国嘛 很正常 那年纪大的 可能说 有一点辩证的来看 但是我说爱国 这个方面 应该是 没有什么意义的吧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充斥的 还有我看一些 up主 也是政治上 极其不成熟的 也是台湾那边 说什么 哎呀 印度吗 这个 这个 他是狗 狗咬你 你也咬他吗 他们发生这个 打砸中国商品的事情 我们难道也去打砸吗 当年我们打砸 这个日货 抵制日货 你看我们多蠢啊 那很多都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买的 中国自己产生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得有一个姿态 对吧 你得有一个姿态 你得有这么一出 要让日本看到 中国老百姓 要让印度看到 中国老百姓 的态度是什么 否则的话 都是他妈的 喂不熟的狼 懂吗 你不是说去打砸 怎么样 不打砸怎么样 但是说 态度你是要有的 那印度在我们的 抗疫的初期 它是禁止 任何医疗物资出口的 印度它本身自己 也算是一个 一个医疗的 一些生产大国 它是这个 这个假药 造的特别牛逼 是不是 有些它这个假药 它这个仿真药 比他妈真药 效果还牛逼 你也不知道 那里面是什么成分 是不是 那它都是禁止出口 它也没有说 它的民间 它的民间蔓延的是什么 它的民间蔓延的是 中国完蛋了 我们印度药 他妈的 牛逼了 当霸主了 大象他妈崛起了 把熊猫干趴下了 这种形态 我说过 中国外交 现在是青黄不接 你说 驻印度大使 孙大使 他说那些话 孙大使 他作为一个驻印大使 如果说 驻印关系搞不好 他是不是要滚蛋 要撤换 所以说 他的那个行为 我认为很正常 但是我们在内部的 我觉得我们还去 这样唱赞歌 没有任何的意义 当然印度疫情 要不要帮它 是要帮它 是要帮它 对不对 那咱们是邻国 没办法 他妈的 他万一这边 试不出 往中国来传播 大家都完蛋 对不对 你说他现在是 印度他跟墨西哥 换一换 哦 那说就说 那我们就觉得 首先完蛋的是美国 是不是 那我早就说了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你自己的残忍 你印度对帮他 大张旗鼓 绅士搞得大 是没错 但是没有必要 自己能跟自己能 这样搞起来 你胡锡进跟神医 搞起来 没意义 神医这个话 也代表了一部分 中国的民意嘛 对不对 也代表了一部分 中国的民意 本身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错 而且你说这个 官媒 说什么 那官媒 他这样表达 你说朝阳网 什么他这个 他这样表达 也是可以 让他说话的嘛 你为什么 一直要搞那套 左的那套 又不让人家说话呢 比无助别人的嘴呢 他表达这个意思 那也是一种情绪嘛 对不对 哦 那我现在帮助你 你他妈 派这个总参谋 拉拉拉 这个拉拉 在中营 边境线 在视察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说什么啊 要防守中国 要这个 要趁 趁虚而入 那你是怎么想我们 我说实实话 你们可能对印度人 不太了解 印度人 他很恨我们的 我自己也有些 印度的战友 在法外的时候 他表面上 他跟你讲 千年的邻居怎么样 他内心他回头来就对别人 说你中国人的坏话 跟任何人讲 疯人就我他妈讲 而且我跟各位讲 印度人人员很差的 印度人跑到哪里去 非洲人不愿意鸟他 亚洲人不愿意鸟他 美洲人不愿意鸟他 欧洲人不愿意鸟他 没人鸟他的 他们就想找中国人来讲话 但我们也不想鸟他们 所以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滚刀肉 你跟他没有什么 好多的巴啰嗦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你 关于印度这一块 它的疫情在这边 蔓延很严峻的情况之下 你说对他们出口节物资 适当的加价价 我觉得很正常嘛 什么叫称量而为 印度他在干嘛 对吧 印度他在配合西方 在打疫苗外交战 全球六成的疫苗 西方的疫苗 大多都是印度来供应的 对不对 他现在他还在买这个反潜机 在搜寻北印 在北印度洋中国的潜艇 是不是 所以说印度成为中国 可能性为零 那是当然的 绝对的 所以我们对应态度 由于抗议 人道主义 你说帮忙是可以 但是 你不能把他当朋友啊 他把你当敌人 你把他当朋友 你不是 那下一次中英 毕竟先又要出事情了 好吧 就这样 就这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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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